如果大家记得上个星期我们就说比亚迪 看得到今个星期都表现得不错 给亚迪看一点 今个星期我就觉得 因为之前始终大家都看到市场很热门 都是一些人工智能 无论港股也好,美股也好 甚至是A股来说大家都很热炒的 自从上个星期官媒就可能发了边闻 过温之后加上Google的示范出来好像有点出错 暂时我想AI的热潮可能退一退 之后再来的 我相信今年也是一个AI列 但如果我们今个星期部署 我觉得市场似乎是一个调整阶段 在调整阶段之中 但是我觉得中移动其实就一直都静悄悄地上来了 其实我觉得都是蓄势待发的 因为始终当市是调整 今年的市场的资金是充足的 那大家可能就会找一些更加稳定的确定性大的 所以我觉得就继续看中移动 中移动今个星期我都可以看两百五七八 就五十六个八毫三个行驶价 6月底到期的 实际的杠杠杠也有整个12倍 为什么我会选一个相对之下呢 平时都可能选一些比较价外一些 今个星期选一些价内 价内一些 因为始终现在的市场是一个调整 中移动我觉得升是一个慢升 还有这只呢 因为就算它行鲜价56.83都相对铁价 6月底到期 你差不多还有整个 振近五个月的时间 加上都接近12倍的杠杠杠 我觉得似乎今个星期可以看两百五七八